Olicel是一间公司,但Cellbro是我们的品牌 那我们的Olicel是在市面上已经有5年的时间 我们的Cellbro是有5个产品 那我们有我们的Cellbro的Crystal Eye,我们的Planpper,我们的Deep Cleansing Bar 我们的Cream21,还有我们的防晒5个产品 那我们的在市面上已经有5个国家 那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中国,还有泰国 我们都有在销售我们的产品 那我们在这个市场上做得非常的好 那我们打的品牌就是对眼睛的保健,身体保健,还有美容 这三个是做到非常非常的好的 现在我们都是用这个直销的方式去销售我们的产品 那我公司的企业文化有4个主要的 那第一个呢就是感恩 那感恩,我们为什么要感恩呢?也就是讲 每个人,每个代理商进来我们公司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感恩带你进来的伙伴 那第二呢,我们要感恩公司,我们要感恩顾客 为什么感恩顾客呢?因为顾客是信任我们的那一个 所以我们一定要感恩他 那第二个,企业文化呢就是正能量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是每个人都是用,都有感情的 都会被外面的东西影响 那正能量证明了我们公司 我们是建议每个代理商呢 但是正能量的这个心态去面对每一天 第三个呢就是分享 那我的正讲的这个意思讲呢 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知识,我们的产品,我们的学会到的东西呢 OK,尽量的分享给许多的人 OK,帮助更多的人达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在这个生活上 那第四个呢就是不少了,学习 其实学习,我们在这一方面呢 我们都很建议大家不断的充值自己 OK,为什么呢?因为在不断的学习底下呢 我们才会知道更多的知识 那学习可以在上课啊,读书啊 或者是听课程这些之类的 都对大家的学习都有帮助的 那我自己本身呢 我自己有一个公司的使命呢 就是把这个产品呢 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 带得更上更好的一个辉煌 身为公司的一份子,也就是营运经理呢 我是帮公司确保公司的产品品质 接下来呢就是代理的制度 还有我是培训代理商的 那培训代理这方面呢 我们都会举办许多的活动给大家 那包括呢每年一度的这个 我们的晚宴,还有我们的出国的旅行 我们的Travel Incentive 我都会做到非常非常好的给大家 在这个创业的路途中 我们都会遇到挫折难题 那我会对我的所有代理商 我会建议他们呢 要相信 因为只有你要相信 你就能够达到你所要的东西 就很像今天 你为什么能够100%的 我们冲上去面对这个难题呢 是因为我们相信 背后呢有支持我们的人 有支持我们的家人 在背后的支持我们 所以我 其实这个相信是互相的 我们能够讲 今天你相信你的家人 你的家人也相信你 所以你有这个勇敢的去面对这个难题 那接下来呢我们讲 除了你要相信你的团队你的家人以外呢 我们要相信 在这个效果里面呢 我们另外一点 我们要相信的就是 我们的产品 还有我们的团队 你选对产品 跟对团队 你就肯定能够达到你所要的目标 那对于其他的创业家门呢 其实当你们遇到难题的时候 你们永远要记得要用接力的方式 那因为往往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力量 是不足够的 那我相信呢 当大家在这个社会上 多一点交流 多交朋友的时候 大家可以互相的接力 OK 那每个人都有他们的特点 他们的专长 那我们要互相的接力 我们要成为别人的贵人 让别人成为我们的贵人 接下来呢 Olicio公司呢 会很积极的开发有足市场 我们会使用不同的方式 尤其是讲课 分享 培训这些课程 就帮助有足的朋友 他们呢能够达到这个 保健啊 美容啊 这一方面的这个知识 那我自己本身呢 我个人转弯呢 就是能够在这个事业上呢 找到更多核心的人 而且呢 我在事业上呢 就是我会不断的提升我自己 学习更多 因为其中一个 我的企业文化呢 就是学习 对吧 那怪到学习呢 我非常多 比较高的要求 就是不断的 可能看书啊 或者是听课啊 或者是 参加课程这些之类的 那对课程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找一些 对你自己本身有帮助 或者是有兴趣的课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课程呢 我相信 在里面 你不只能够找到你要的老师 而且在里面 你也找到的同学 可以成为你的贵人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的 是的 好 好 嗻 Soldier 好 好 vậy respected ες 咱